我講個話費 我們這裡是便利店 這人在台灣都是便利店強 你們操作業也操不愧啊 很足夠的平均的公司 平均公司93.000塊錢 紅洋媚外 說我們這裡這兒不好那不好 龍的傳人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又到每個月最新一集的粉紅尷尬秀了 今天總共有五部尷尬的影片 要再大家來點評一下 OK話不多說 第一部龍的傳人來看一下吧 我媽的臭小子 這要啥氣呢 有的人在國內掙錢上國外花些 崇洋媚外 是我們這裡這兒不好那不好的 我想問問你 親媽生你養你你不認 你給後媽捧什麼臭小子 別忘本 別老拿別人家的優點 比自己家的不足 你把自己家建設的比別人家還強 這是有本人龍的傳人 說得對 在國內掙錢 在國外花錢 你這是說陳平嗎 還是司馬蘭 還是聖上 還是你們的這個中共官員 楊潔恥 他們的兒女都在歐美日 這聖上的小公主 習明澤在紐約 小小年紀 就滿口烏言惠語 什麼捧後媽臭腳 不管是不是後媽 現實生活中 誰會去捧媽媽的腳 還說什麼望本 暗粉紅的邏輯 回歸中華民國就好啦 去捧什麼中華思維哀 去捧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媽的臭腳 你更早往前退也可以 什麼中國央荒子孫 應該就要回歸 河南華夏大地就好了 領土緊牽於河南 其他地區 都是後來併吞的臭腳後媽養的 而且在自由世界 人民繳稅給政府 政府進行分配 是人民養活了這個政府 與國家 為什麼粉紅的邏輯 都是把政府 當作父母來看待 以至於他們舉例都是什麼 回歸祖國母親的懷抱 親媽後媽的腳 我的天啊 但願你四十幾歲 五十幾歲的時候 然後啊 還可以天天回歸你母親的懷抱 當個媽寶知道嗎 你老婆問你什麼事情啊 你孩子問你什麼事情 然後她說 我不知道這要問我媽 我問我媽耶 我不知道問我媽 可是我媽是這樣說的 我媽是這樣做的耶 可是我媽我媽我媽 你跟你媽結婚就好了可以嗎 別拿別人家的優點 比自己家的不足 可悲的是 你們卻是拿自己家的缺點 包裝成優點 結果又被打臉 被打臉之後又說 我們被卡脖子 被卡脖子之後又說 我們還在發展嘛 未來必定兩三年超越歐美之韓 不要再講這種話了 1949年開始 你的祖輩 就已經講過這個話了 有點臉好麻農的傳人 還有臉說什麼 把自己家建設好 去看看最近山東濟南爛尾樓的抗議業主 你就跟他們說 把自己家建設好就好了 他們連家都爛尾了 今天是個屁啊 接下來第二步 完命關頭 六四之打倒特斯拉 為什麼 臨時管控 那他們都能走 為什麼我們能走 你往下面走 什麼呀 特斯拉 搞笑吧 是有點搞笑 但是你復衝 這是沒有規定的呀 往下你復衝我就起來 好 我問一下我特斯拉 是國家允許上排的 允許上路的新人員車 你不要搶我的手機 你不要碰我的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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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講半天你不要碰我的手機 你不要碰我的手機 我正常納了稅 交了費用的 這是國家電網 正常的是開放給所有的公民用的 我為什麼就不能在這裡充電 請你告訴我 依照哪一條法律法規 你們要執法 首先你們的程序要合法 你們按照哪一條法律法規 你們如果沒有任何相遇的法律法規 那麼我就有權在這裡充電 有法律法規啦 領導的看法不就是法律嗎 真的是很荒謬對不對 我們從第一步開始講 第一步是什麼 不准特斯拉上高速公路 上高架橋 原因是有台特斯拉 在上高架橋之前 超越了當地領導官員的車 所以被通報 欸我大官啊 有人敢抄我的車啊 又是美國牌子的車 所以下令不准任何特斯拉上高架 又傷害中華民族的感情了呢 第二條是什麼 不准特斯拉在公用充電站充電 不要跟我說這是造假 這就是你國公安啦 不要說什麼是台灣演員 或是美國攝影棚啦 你要說是台灣演員的話 你也是否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你問對嗎 特斯拉在公用充電站充電 又是赤裸裸的傷害中華民族的感情 你們那些什麼比亞迪啊 汽車啊也是傷害中華民族的感情 我們現在不說裡面的引擎啊 電池啊輪胎啊還有那些材料啊 是哪些國家的技術去支援的 我們就光汽車這個東西啊 它就是歐美發明的 我們看這個列表 從義大利啊什麼歐洲法國德國美國英國啊 有沒有 都跟你中國這片領土毫無關係 所以我們回到剛剛第一部那位小孩說的 從洋媚外 你們拿著歐美人發明的東西 包裝成國產 它概念上還是西洋的發明啊 對吧它還戴一個眼鏡 那眼鏡是誰發明的啊 中國啊 所以啊別再給我去捧後媽的臭腳啦 你們自己發明一個什麼 脈衝等離子交通工具啊 或是什麼瞬間移動 甚至發明任意門 你們發明這種技術 不然就給我用什麼 中華民族傳統交通工具 馬車飛過傳輸 飛過傳輸好像是通信工具 啊沒差 接下來看第三部 大習盛世之月入三千 成都現在平均工具 就是三百多塊錢 這太低了吧 真的太低了 太低了 主要是它的第一大筆 一個比例是它就是 我還要這樣做錢 擠到鐵這樣買東西上班 老闆還要讓我加班 然後我還沒有辦法去反抗 我今天拿到只有三千多塊錢 我只能用交完我的房租 紙外東五晚上的火飯 我就沒有錢了 哦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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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脖下去 你來成都轉的 你就不要一塊兒帶你去 這東西 你真的在成都生活 帶不走的 哦 我就問這個影片 算不算傷害中華民族的感情 即便你月入三千 你也不能說出來呀 你們自己去中國國務院 看裡面的報告書 你就知道了 中國人的平均薪水跟中位數薪水 還有人均 遠遠比歐美日韓低下許多 真的不用再催了 不是同一個階段的 台灣只是屬於這個世界的中段班而已 歐美是前段班 你是後段班 所以真的如果你連台灣日本韓國都抄不過 不要跟我說超越歐美 中國2023年INF的人均才一千 才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一美金 台灣2023年的INF人均三萬三千九百零七美金 你覺得這是同一個階段嗎 對吧 粉紅還常說台灣停滯了二十年 二十年前我們的人均是一萬出頭 二十年後現在來到三萬三 二十年前你們才一百多美金 你們現在來到了一萬三 你們這二十年漲了一萬二的人均 我們這二十年漲了兩萬多的人均 你說誰停滯啊 OK 我們來看一下 墨西哥INF的人均一萬兩千六百七十三美金 阿根廷的人均一萬三千七百零九美金 拜託一下你自己的段位在哪 你自己不清楚嗎 還超音感美 你先超越額爹跟保佳麗還有柏柳 你在跟我說要超音感美啦 一個世界人均六十四名的說要解放三十名的 你在搞笑 對每次講到這個就會扯高樓大廈 你扯高樓大廈幹嘛還不是爛尾樓 還不是一個青台就淹到一樓二樓 還要有洩洪欸 那按你們這麼說要比高樓大廈 北歐的高樓大廈還比台灣少的可憐啊 北歐五國的總體GDP分別也比台灣少 所以換言之啊 北歐五國比台灣落後對不對 這影片才是真實中國的模樣 少看抖音上那一趴兩趴的營銷公司 搞得讓大家都覺得自己很有錢一樣 雖然你可能知道我月入三四千五千 但我不能說出來 我說出來丟臉 因為你以為大家都跟抖音一樣 月入兩萬三萬五萬 那是中國的幾趴而已啊 一趴五趴啊 這一趴五趴能代表你們九十幾趴的嗎 不要一直為了面子功誠啊 要是這樣你們的人均早就超過美國了 不會只這樣 算了 我們接下來看第四步 台獨愛的迫降 東航APP彈出提示要我做實名認證 結果沒有辦法實名認證 東航APP上面是認證的 明明填的就是我的台灣居民居住證啊 18碼 東航的客服打電話來跟我說了什麼 外籍人士 在他們東航APP上不能夠實名認證 台灣同胞在東航APP上面 竟然叫做外籍人士 你有一個中國老公啊 你明明就知道台灣在各種待遇上面 在中國是比照歐美日韓國家的待遇 還在那邊裝修啊 以為發現了什麼新大陸 你發現了去舉報他啊 你就直接以你老公入籍的那個身份 你就可以拿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了耶 對吧?你可以不用拿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居民身份證 你可以直接拿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 你放棄台灣護照嘛 還在那邊裝傻 他曾經說過什麼 台灣護照也是中國護照 所以我不用放棄 我拿的就是中國台灣的護照 問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你說的台灣護照啊 對嗎?不然你拿這本護照去中國大使館裡面問 這是不是你們發的 你們可不可以跟台灣辦護照的連動一下呢? 通知嘛 同個政府部門嘛 去問一下嘛 這邊帶你來看一下 那陸籍中華人民共和國拿到他那本護照之後 有什麼好處啊?可以免簽或是拿電子簽證去哪些國家玩 帶大家來看一下 第一個你可以去蘇丹啦 雖然你們外交部在4月17號的時候說 提醒中國公民請勿前往蘇丹 為什麼蘇丹在內戰嘛 再來 俄瓜多 提醒中國公民近期謹慎去俄瓜多 再來中非 提醒中國公民請勿去中非首都以外的地區 再來阿富汗還有巴基斯坦 南蘇丹 敘利亞 伊拉克 麥克龍 索馬里 夜門 利比亞 巴基斯坦 烏克蘭 莫桑比克 緬甸 馬里 哥倫比亞 這些都是被你們中國政府通知 請勿前往或是謹慎前往 而恰好這些國家都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好朋友 你們可以免簽去那邊玩的 但是你們免簽去那邊玩 你們國家的政府又說那邊都在戰亂 你們不能去 而且要不要再問問 你護照如果在其他國家搞丟了 請問你要去台灣辦事處還是中國大使館辦理呢 我曾經就在大阪做過實驗了 那支影片可以回答你 再來看最後一部阿共正傳 這一下用台灣的方式在大陸生活會不會遭白眼 我繳過劃費 阿喲 玩家這裡是便利店 對 在台灣都是便利店家 很方便阿 你們管這個玩意叫方便阿 我證明啊 確實挺方便的 他們三十分鐘就到賬了 好了嘛 今天錢完美也不至於三十分鐘到賬了 你們抄落葉也抄不愧阿 我們在台灣繳電話費的方式有很多 當然包括最傳統的 紙本繳費 紙本繳費也可以去全家7-4大超商 而台灣超商的密集度比中國還要密集 你出去一個街就四家到五家的便利超商了 我問一下 在中國 7跟全家的密度是多少 而我們還有銀行直接轉賬 APP直接轉賬 看每個人的習慣嘛 像一些老年人 他就不習慣用這些 他可能也看不清楚這個字 他就習慣弄紙本 那你就讓他去弄紙本嘛 而且還什麼三十分鐘到賬 那我這樣也可以說 你看中國的古裝記在演那個飛歌傳輸 所以中國現在也在飛歌傳輸 你不要跟我玩時間差啦 很好笑欸 1號 你的目的已經到了 你是威勁呢 還是支付寶支付呢 是 哎呀 我老長時間沒看見現金了 台灣來的 用現金比較方便的 那你們那兒真夠保守 台灣的這個移動機 沒有辦法 那你們那就是市外桃園 算了吧 台灣同胞回趟家不容易 這蛋給你們免了吧 不行不行 等你們全回家了 全給你們免了 不忏這個 我們現在不管叫計程車55688 或是這個Uber 直接信用卡扣款 APP扣款 叫直接扣 不然就是 你看司機要跟你收現金 還是你要弄手機支付 或是你要弄信用卡刷卡 都可以啊 在歐美國家也是這樣啊 我們有很多選擇 而且台灣不是什麼手機支付不發達 我們有四到五個手機支付的系統 只是我們台灣人沒有這個習慣用 不代表我們沒有 不代表我們不發展 而且為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 要發展這種東西 你們假鈔太多了啊 這是公認的事實吧 上個月我還分享過一支影片 你們有一個中國人 要去美國玩 他去中國銀行換了美金 中國銀行給他換的美金還是假鈔 讓他去海外的時候用的非常尷尬 忘了啊 搞笑啊 好啦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們 不希望記得一定要把我砰瘦 我是八九 下集見啦 掰